眼前的传统客家服饰正在发亮 这是今年新出现公车会邀请LED业者 与客家画布制作者联手推出的新型服饰 不仅能制作成美丽的衣服 更有毛小孩专用的服饰 吸睛程度百分之百 客家的一个画布既有 不管是在这方面有发快富贵 一直都表现出来 同时非常好客 也代表了客家族群的一个特色 当然今天如果有创意的LED灯 与我们宫崎科技公司的LED灯 再结合发布郑老师的创意等等 把它整得起来变成一个产值很高 就也是科技的创意客家发布的一个延伸 那这次最主要是说 整个构想是来自去年 浪漫台三线产业发展的座谈 那我们得到灵感说 怎么样浪漫台三线有产业 又有创新又有人才 又有跨越跟实验 所以这个客家发布科技 是我们第一个合作实验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县内的六只可爱小狗 来自于新浦镇 而梅香还有消防局 来为我们作则这样的走秀 市面上客家发布的厂商众多 新竹又是科技大城 新竹县公厕会跨越创新 加红旗科技研发的LED纺织灯线结合传统服饰 不仅大大提升产品质感 也让夜晚更加安全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刹线灯 它是全自动化生产的 对那它的产品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整个丢到洗衣机水洗是没有问题的 对然后呢它也非常耐劳取 所以它跟衣物的结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可以折啊 可以载重30公斤啊都没有问题 发布跟科技产品来做结合 是很不容易去过失的 所以这一次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就把它整合起来去做这个串作 然后也可以做成贴布的 不止这样子 也可以做成整件的扣夹发布的 那么在做这个过程里面 也是会很用心 因为要做出来跟我们客家元室要一样 要有文化 要有这个它的功能 穿的功能 所以就用结合 产业转型不一定是科技业的专利 跨越整合也能牺手带来突破性的产品 未来客家花布科技一量产之后 不仅能给消费者新的选择 更能让商品走向国际 让世界更加看见台湾 开阔新竹陈洛宜红采访报导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